圣德高僧门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28 第28道答案 圣德的圣号是考经理论 加考正量的量知 而得到圣德的道行 才能具圣德资格 受金扣或莲花金扣断位 不是兰扣 有的兰扣之师 会认为自己一直以来 在弟子面前是圣德 怎么今天说成不是圣德 想不通 我们问你这位丧师 你真的是圣德吗 你是阿罗汉吗 你具备三明六通吗 不是阿罗汉就不是圣德 不是尊者 如尊 教尊 莲花尊 才是尊 难道不是吗 你给我们弄清楚点 因为凡是圣德 至少也要证到罗汉果的转世者 才能挂圣字 你们认为圣德是破铜烂铁 好像哪里都可以捡到 误认为是大活佛 大法师 尊者称呼就是圣德 反于吃了 至于平常大家经常听到的 某某大活佛 大法师 尊者的称呼 只要没有三尊经扣 那只是座下的弟子们 对丧师的一种尊敬的称呼 如果把尊称当成尊者 这实在是对圣人的电路 莲花寇尊者 即是真正的尊者 是二段以上 但又未到三段经扣的道行 即盖称莲花寇尊者 至于三段经扣称上尊 即是尊者之上 大菩萨之意 其实你们有些丧师 已经比普通的丧师们高得多了 有的已经是高僧大德的水准 这已是非常稀有的了 其实你们有的具丧师身份的人 见到过真正佛法功夫 远比社会上的一些大活佛 法王还见识的多了 如果你虽然被莫知尊者的灼火烧伤出下 但那些法王们一辈子只是听到 看到过理论 还没有亲身见过真正的灼火店的 再说一句 凡是兰寇都没有挂上圣字 因为还没有达到阿罗汉的道理 再高的兰寇丧师也灌不了真正的内密灌顶 最多只能做传灌内密 你们不信就请号称内密灌顶的师给你们试一试 看他在远处 能把你手中的金刚丸神变吗 确定的跟你说不可能的 你一试就会知道他是假圣德了 其他金刚一段至二段或者莲花寇尊者的大活佛 大法师虽然畏为圣德 也只能借灌内密顶 没有正道直观内密顶的道行 但也有极少数的圣人 不愿意抛头露面 不收徒弟 不度无缘之身 自己隐性埋名 又化于常人中 而佛弟子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地位 他们也不去考段位 但确实是圣者 可是这种人一定要有道有德 有圣正量 是绝对的大慈大悲 而且百分之百拥有五名之中其中几名 如果不拒也挂不上圣字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门直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15日 接着 接着 年轻人 1月10日 1月20日 1月30日 就词